在美国对俄遏制一轮击一轮之时 俄罗斯团结十国力量展开对话 不见朝鲜确定出席 中方代表也如其辅约 这赛度暗示美国伸出的第三只脚 正被全部斩断 拜登政府高估了自己的力量 在G20峰会的光芒掩盖之下 世界上同期召开的一些活动被忽视了 在俄罗斯的主场 一场即将举办的盛会就相当值得关注 据俄罗斯卫星网消息报道 中方高级官员将率领代表团参与 在本月10日至12日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 同时黑龙江和辽宁省的代表也将参与 根据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消息 朝鲜也将派出代表参与此次会议 此外 共有10个亚洲国家代表预计会出席 对于俄罗斯而言 东方经济论坛的规模虽然不大 但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和象征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众所周知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西方集团对俄罗斯施加了严厉的经济制裁 事到如今 基本可以认为俄罗斯和西方的实质经济联系已被切断 为此 俄罗斯需要发展与世界其他方向合作伙伴的联系 向东转 这个前几年的口号 现在成了俄罗斯扎扎实实的国家经济战略 而美国很清楚 俄罗斯准备与发展中国家增强经济联系 从而抵消与西方脱钩后的空白 因此 华盛顿等一直在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 要求各国不得与俄罗斯合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 亚洲十国参与东方经济论坛 不仅是和俄罗斯商讨具体的经济合作 同时也是在政治上表明了立场 那就是这些国家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这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 对于美国来说 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的举行 可谓是自己孤立俄罗斯企图失败的写照 虽然拜登政府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打压 但俄罗斯并没有被孤立 更没有被打倒 与之类似的是 拜登政府对其他国家的遏制政策 近期也都在开始显露败向 对朝鲜和中国都是如此 在朝鲜方向上 朝鲜方面刚刚公布了自己的战术核打击潜艇 虽然是基于常规潜艇改进而来 但此举表明朝鲜仍有资源发展新锐的核打击平台 并增强对美韩的核反制能力 美国不得不承认 在自己的打压之下 朝鲜在军事层面越来越强 而平壤方面因此有更多的底气和美韩叫板 这无疑是美国无法否认的事实 某种程度上说 拜登试图以军事压力和经济制裁 迫使朝鲜跪下的想法 现在已经可以宣告破产了 不过这令拜登揪心的 恐怕还是中方取得的突破 日前 华为公司公布的最新款手机Mate60 Pro 引起了全球关注 一部手机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反响 原因在于 这款手机很可能代表着 中国突破美国芯片限制的成就 华为公布这款手机的背景 是美国已经对华为维持了数年严厉的 半导体封锁 而半导体芯片是先进手机的必备 在美国切断供应的情况下 华为能够自主供应一款先进水平的手机 即使性能算不上遥遥领先 至少也暗示着中国可能实现对7纳米级工艺制程的突破 此举的意义非同一般 按照部分说法的总结 此举 仅凭华为就凭借美国的封锁不能阻止中国科技的突破 只会倒逼中国实现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 而这正是拜登最担心的事情 虽然到现在为止 美国还没有丝毫解除对中俄朝三国打压政策的意思 但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三方面的举动 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美国在经济 科技和军事领域上对三国各自的失败 华盛顿虽然想伸出三只脚 同时打击中国俄罗斯以及朝鲜 但美方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华盛顿伸出的三只脚正好一支支的被折断 归根结底 美国想要强行逆转历史潮流 维持单击格局的企图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争 但和平的日子总是可贵的 当今世界的稳定性正逐渐下降 近日 乌克兰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宣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 甚至已经进入到所谓的活跃期 按照他的话说 这场冲突已经触及所有人 绝不仅仅是影响乌克兰和俄罗斯 有趣的是这位乌克兰高官的判断 也得到俄方的赞同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就表示 乌克兰终于明白了自身在 西方全球政治中扮演的角色 他们明白了这是西方的 试图让世界恢复殖民依赖 并将部署于自己的财富收入囊中 现在 乌克兰终于意识到 自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 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发言人的唇枪舌战 很多人可能都有不同观点 但毫无疑问的是 俄罗斯和整个西方集团的关系 都陷入了历史性的低谷 虽然乌克兰危机在地缘层面上 暂时还不能局限在东欧 但当今整个世界局势 显然是更不稳定了 在俄乌冲突仍然打得不可开交之际 中国周边多国开始交火 中方周边的四个国家 接连爆发冲突 首先在毗令俄罗斯的中亚地区 一度沉没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又出现摩擦 据当地媒体报道 近日阿塞拜疆向靠近边境的地区开火 导致两名亚美尼亚军人死亡 可一人受伤 这再度引起了此地局势的竞争 众所周知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为了争夺 纳卡地区的控制权 曾爆发两场大规模战争 最近的一场战争 在俄罗斯的斡旋下 双方面强达成和解 但亚美尼亚无可置疑地 失去了大片控制区 是很明显的数价 现在随着俄罗斯被牵制 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下滑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自然有些按捺不住 某种程度上说 这一轮新的边境局势紧张 也是俄乌冲突外溢的部分影响 俄罗斯有些压不住中亚地区的场子了 这让中国西部方向的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无独有偶 在中亚局势更加不稳之际 中国周边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也开始出现新的事端 这两个国家也出现了扩大冲突的危险 在9月6日当天 两国边防部队爆发激烈交火 社交媒体传出的视频显示 当时的枪声一度非常密集 虽然爆发冲突的具体原因 目前尚不清楚 但考虑到 现在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对付 两国在缺乏外部压制的情况下 互相看不顺眼的双方确实可能更多的动手 尽管目前冲突还是小规模的 但在中国周边多一个可能出现意外的问题 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 面对这样的国际局势 中方要稳定态势 首先还是要从最主要的问题入手 俄乌冲突作为当前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 不能再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了 在联合国会场上 中方再一次对此事表达了直接关切 在当地时间9月8日 举行的安理会乌克兰问题临时会议中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刚爽 就乌克兰问题的解决 发出了中方的最新观点 中方代表指出 中方认为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得到维护 但各方合理安全关系也应得到重视 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 都应得到支持 耿爽强调 虽然乌克兰危机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无论困难有多大 政治解决的大门都不能关上 指战 促谈的努力不能松懈 外交谈判的进程不能停滞 不得不说 中方的态度非常明显 中国要传达的信息是 哪怕目前双方分歧很大 但千万不能因为分歧大 就放弃政治对话 不要因为现在分歧很大 就直接放弃谈判的可能性 对话和接触是不能停的 相比一个劲拱火的西方 中国这种态度无疑更加现实 乌克兰 俄罗斯现在看来都很难彻底击败对方 这注定了谈判很可能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如今和中国关系紧密的六个国家处于战争或交火之中 但对于所有冲突方面而言 他们都应该理解一个事实 那就是除非他们认为有能力彻底把对方打趴下 不然就最好坐到谈喷桌上 免得大家都下不来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